我们一家一房的一个格局 台湾房价高涨年轻人难当有可足 三组总统候选人端出的青年购物牛肉 看在专家眼里分得出高下 赖清德阵营所提出来的政策 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 相对来说也确实是务实可行 侯友宜所提出的 是对年轻人来说比较有感 但比较要担心的是 他对于未来后市房价的影响性 以及年轻人是不是真的在宽限期之后 还能够去负担全额的房贷 三种族群来分类守购族来说 宽限期内侯友宜版本带足一千五百万元 岳父利息一万九千五百元 赖清德版本带足一千万元 岳父利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二元 相对比较轻松 可能有可能四十岁以上 也会有这个所谓守购的这个机会 所以当然目前如果是 以这个账面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以年满十八岁 五年龄以上上线是一个选择 另外赖清德版本端出的新清安 最能吸引换屋族 重购价格大于出售价格 就有房地合一全额退税 也因为自住能有优惠 加上没有年龄上限 比侯友宜的四十岁以下更有优势 大家应该都是为了要买房子 所以是很努力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是会考虑参考 但如果对象换成育儿家庭 反而是柯文哲端出的证件最为受贿 买屋租屋都能补助 还有最高九成的购物低利贷款 对有小孩的家长来说 更能减轻负担 端出房市牛肉 哪个更合民众胃口 选民将用选票决定 三连新闻 郭宇轩上来台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